大家好 今天是个最大的看点 应该是我们的江汉老师 96岁的高龄 开始出来争场子了 这个话肯定是靠谱的 关键时候 在土工的人事布局内斗 权力的交接 风云变换 然后是互相撕咬的最最最最最最关键的时刻 我们的长者 我们的96岁的江泽民同志 亲自出来秀了他的这个样子 挺好 挺好啊 我呢对江华老师呢是不讨厌的啊 就像我不讨厌郭文贵一样 人家是有几把刷子的 我们在向别人学一些 江华老师这个人一辈子特别爱学 哎 这个像他这个年纪的人 年轻的时候就一下子掉进土工中国 毛泽东的那种这个反制主义的时代 他是没有机会学习的 但是江华老师不一样啊 他真的是 有着强大的学习能力 一辈子他是学习的人生 不管是他的治国理政 还是他的这个艺术文学音乐是吧 还是他的专业那都是很好的一个学习性的人才 这个东西人一辈子啊 不是看你毕业于什么什么名牌大学 我通常意义上我都是这么认为的 一个人你如果过了30岁 你还在强调你是什么名校毕业的 我就告诉你两个字傻叉 真的啊 为什么那是你的过去是中国一句老 好像好憨不提当年勇 很多中国人尤其是现代性的中国人啊 他的人生的辉煌的顶点就是高考那一年 我考上了北大 我考考上了上海交大 不是这样子的 人生你考上一个好大学只是你的起点 人一辈子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 要说这句对中国的古训嘛 我觉得江泽民老师如果说是第二的话 真没有人敢说第一啊 真的我我我所以我对老江不那个什么不讨厌 就像我郭文贵我什么不讨厌他 我觉得他就那么一个没什么太文化的人 在北京这个圈子里面搞这么大的事 然后中头又跑跑出中国逃出中国 完了以后哎他还挺好没有吸毒 是没有把自己身体搞垮还天天健身 真的我觉得很好啊 我说我无数次了 我说郭文贵有这么多钱 我早就浑身都长满尖锐石油了 你以为呢挺好啊 所以这个江老师出来我挺高兴 我呢一直是以他为人生的榜牙 所以我今天特别带了一个 我的很多人说我这个眼睛是江哈老师眼睛 其实我的眼睛很高级的啊 比江哈老师的眼睛高级 江哈老师好像戴的是一个墨镜 一个墨镜 这个有人说有时候看过去 有时候戴这个眼睛像江哈 我哪有那么好的福气啊 我也没有他的强大的学习能力 人家会日语会俄语会英语 我真是别提了说多了都是累 我们解读一下啊 为什么江哈老师这个时候要出来啊 还没说完呢 再说点中国的这个传统的一些套路啊 中国文化啊有一种文化叫孝顺文化 是吧 这个东西呢我是不讨厌的 我认为很好 孝顺文化是对脑人要尊重 孝这个东西到了孝今就是个错误了 因为你把脑人当偶像崇拜了 你认为脑人说的话你不敢武力 是吧 脑人的话就是真理 这是巨大的错误 但是孝顺老人尊重老人 这绝对是个优良传统啊 所以我们都知道 家里如果有一个老人在的话 那是家里一个宝啊 是吧 那国家也是如此啊 国家如果有一个长者在的话 那国家也是一个宝啊 我这说话很多人肯定不高兴 因为很多很多人恨共产党 恨江泽民啊 我是保住一个中性的姿态啊 我是纯粹讲文化层面 不讲政治层面啊 一旦讲政治我就是满口跑风 完了以后造谣传谣啊 讲文化层面真的 家里有个脑人是一个宝啊 所以我们在在听过节目的人 一定要记住啊 一定要孝顺你家里的脑人 那是你修来的福气 真的 圣经也告诉我们 一定要孝顺你的父母 要尊重你的父母啊 真的 因为你当你尊重你的父母的 你这个家族就有福气的啊 你可以长寿 你可以这个繁荣昌顺 凡是家里不尊重脑人的这个家庭呢 不孝顺脑人的家庭 那都是狗屎家庭 国家也是如此啊 国家也是如此 好 然后我们就进入正题啊 我们解读一下这个照片 首先第一啊 刚才已经说了啊 国家有脑人是个宝 是吧 共产党啊 虽然是一个魔鬼组织 但是他有两个老东西啊 一个是江海 还有一个是宋平的 宋平更老是不是 所以细胞子在这个意义上 这些个脑人没死 其实细胞子是很难搞的 我再告诉你们啊 中国是一个老人政治的社会 中国的家庭也是个老人政治 为什么我要上来讲一通文化呢 它是可以解释的 你这个邓小平 宋平江泽民胡锦涛都算老人 胡锦涛算年轻人吧 就是说这个江海和这个宋平吧 他们这代人开创的 一路是辛辛苦苦搞出了 改革开放 吃喝嫖赌 闷声发财的伟大事业 在你习近平手上 你就要断送啊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没那么简单 除非你把这些老人都收拾了 这个抓起来了 我说我无数次的细胞子 要想黏人 他最明显的一个现象 就是把这些老东西都抓起来 把这个中央的那些个所谓的搞改开的 这些个跟他以前不一样的人都抓起来 就像当年毛泽东一样 没有出现这样的事情 半点痕迹都没有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老人出来 上次我们说宋平出来 要定海神针 这会老江出来 应该是定海神针的平方吧 是不是 N此方 好事 好事 我们现在这个节目 就是天天要找信息 找好消息 给大家灌输一样 这正能量 完了以后 真是要坚持 要hold住 要hold住 否则日子没得过 真的要hold住 要天天要在家里拿个小人 不断扎针 这个小人就是细胞子 要让他赶紧死悄悄 这是第一 出来本身这个事就具有足够足够丰富的政治的意义的解释的空间 绝对是的 第二我们看到这个 哎 这个江泽云和他的太太啊 王奶奶 气色挺好啊 真的挺好 我很震撼 90多岁的人了 真的 90多岁的人都脑袋都都都都公公起来的 知道吧 哎 说明这个江泽云老师采音补羊采的不错啊 而且自己采音补羊很成功 还顺便传递给了他的太太 而且你看他们这两个老人老人家真的 越长越像啊 越长越像 我今天说话很多人不高兴吧 那绝对是夫妻像 你看 江泽云老师和这个王奶奶 那长的尤其是那个嘴巴和那个鼻孔 鼻孔是一样的 有点微微的上翻 嘴巴真是特别像 真的 那个表情那是神思了都 真是真的人家是恩爱夫妻啊 虽然宋祖云在中间偶尔过来陪我们的江哈老师采音补羊一下 但是大问题是没错的 所以这个东西我就发现 为什么要讲这个现象呢 因为习近平这个傻叉 你看到没有 他他妈的围了几个女人的事情 他把香港都毁掉了 你至于吗 你看人家江老师跟宋祖云的这个丑闻传 传变传到月亮上面去了 人家江老师微微一笑 微微一笑这样子的 没事 你们爱说不说 我跟我媳妇的感情那是琴笔金尖 那是历久天长 我们是越长越像 点心的夫妻像 这是恩爱的标志 什么宋祖云 什么这个刘晓庆 浮云耳 是吧 这个挺好 大度 心胸就是比习宝子这种心胸开阔的多 由于这种心胸的开阔 他没有搞出特别要我子的事情 你都无法想象 如果江自民那个时候像习宝子一样心胸狭隘的话 香港那么多的各种八卦的书 不是立马把香港给毁掉了吗 是不是 唉 所以你从这个地方也能发现 江自民同志 这是后来出来 江海老师出来真的是意义重大 直接就掀翻了这个小池塘 大海掀翻小池塘 挺有意思的 当然最关心的是后面的背景 后面背景有两个背景 是吧 李克强和他的太太 晨 红字看不见 这边是习近平和他的太太 彭丽媛 习近平看不见 哎 这个有一个半个瓶子 然后彭丽媛的字写的很清楚 然后你再看这个这是落款吗 看前面的这个条幅啊 祝江主席生日快乐 是吧 你这个很清楚的啊 这个李克强的字写的很清楚 完了以后 习近平这边的祝江主席生日快乐 看不见 这只能看见一个席子一个生子 什么意思呢 哎 你一定要绞共产党的照片放出来 它是有意思的 说明这个首先讲这个这有三个人 三个人都要当主席 习近平一当了主席了 江泽民也当了主席了 是不是 接下来就是李克强当主席了呀 你看习近平的主席这个 这有一个席子 说明他要走人了 但是李克强这边的江主席 这几个这几个主席两个字啊 如此的清晰的 如此的醒目 说明李克强接下来是李克强主席 哎 我们都知道主席这个称呼是什么意思 是国家主席 党是什么 总书记 是吧 还有一个主席是什么 是军委主席 而江泽民最后一个职务 并不是国家主席 而是什么主席 而是军委主席 说明李克强接下来要当军委主席 真的很多人很会分析的 我都没注意这么详细啊 特别有意思 特别有意思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 这个照片的这个背后的解释啊 是非常的醒目的 非常的醒目 也是非常的值得我们去反复的嚼的 一跑狗屎 我们也放在嘴巴里面 呱唧呱唧呱唧 像猪吃石一样 发着呱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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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 哎挺好 还有啊 还没解释完呢 习近平的你看到没有 这个名字 为什么只有一个瓶子 只有一半李克强的名字 为什么是穷户的 这个东西也是 说明习近平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 接下来是李克强的时代 哎这个挺有意思吧 哎呀我说实话啊 我最最看好的就是这个江泽民和这个王远平老师的他们的那个表情 我看到这幅照片我也许自己年纪大了啊 也许我家里也有一个老太太 所以我更看重这个照片背后的家庭的意义文化的意义文化的意义 这个一个一个时代的民情的意义 我并不是对这些一个政治的走向有太多兴趣 但是我知道大家都是关注接下来 到底是李克强当一把手呢 还是习近平上呢 你送这个照片你就会发现啊 这个什么 习近平肯定是毫无疑问是滚蛋了 毫无疑问是滚蛋了啊 而且这个照片很有意思 他应该要放一个什么照片 我是习近平的人嘛的话 我觉得应该 因为背后除了这两个照片以外 应该还有其他的这个 除了这两个花男以外 应该还有其他的人 不仅仅只有他两个人 应该还有什么朱镕金啊 曾庆红啊是不是 还有这个什么胡锦涛啊 那些都有嘛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 所以这个照片的最后一个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李克强习近平和这个和这个王也平 和这个江泽民三任主席 目前释放给中国老百姓的影响就是 他们是团结的 所以你别猜习主席会坐牢 那是不可能的啊 习主席会平安的退休 会安全的退休 会回去跟彭丽媛一起过日子 没什么太多问题 党的最高利益是团结团结起来收割韭菜 所以无论是李克强上来还是习近平上来 还是习近平连任或者不连任 党的最高的形象是不会变的啊 你一定要记住啊 最后一个意义就是什么呢 这个有三个女人的名字 是吧彭丽媛王也平 王也平是坐在那里还有成红 哎这个东西很远意思的啊 中国这个社会啊 关键时候啊 也许女人起作用啊 为什么彭丽媛的名字那么清晰呢 为什么呢 很多人在分享且听下回分解 谢谢